所以我們的病人就是 也是運氣不太好 他就是年紀不大... 就大概三十多歲而已 他就去爬山 結果爬完山之後 就開始隔了沒幾天 就開始發燒 那發燒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去山區 而且大概是幾年前 前一陣子登革熱 幾年前在高雄 還滿嚴重的那一個年度 所以大家就說 這是疫區 非常有警覺 馬上給他做快速篩檢 馬上快速篩檢之後 那大部分大家知道 以前有得過的人 才會發生後續的登革 出血熱這個狀況 那可是在詢問他 他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病史 可是登革出血熱這件事情 一直在腦海裡會一直不去 因為身上整個 各個大小斑點非常多 所以還是抽血 可是那血紅素 男生大概是十三 他大概只剩下九左右 就開始變低了 那除了變低以外 因為當然一抽血感染嚴重 我們都會抽一些肝腎功能 肝功能的指數正常事實 他大概就兩百 正常大概五倍 所以肝有問題以外 腎也出了問題 正常分數至少六十分以上 他大概只剩下二十分 而且我們又多抽了一個 叫尿毒症的一個指標 尿素蛋的指標 一抽標準上限大概二十 所以就是嚴重的 尿毒症的狀況 可是這個尿毒症 可以造成他意識不好 就像要洗腎的人 身體尿毒堆積 就會開始意識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昏迷 所以個案的意思也是一天比一天 越來越差 那這個東西後來就仔細去研鎖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仔細去評估之後 它是一個特殊的 罕見的一個狀況 叫 登革熱的部分 比較不會引起這種 嚴重的溶血性尿毒症 大部分過去這個疾病 被講的是大腸桿菌 可是它偏偏的運氣 沒那麼好 它自體免疫本來就有一些 疾病的問題 登革熱一次感染之後 開始激發它身體的免疫力了 那免疫力開始 它本來又有些免疫疾病的時候 它這種免疫力的對抗 跟選擇目標 就開始似乎沒那麼精準 所以它免疫系統 打自己的紅血球 所以血球破了變溶血 免疫細胞攻擊了自己的腎臟 所以變成是開始出現 尿毒症的狀況 所以到最後後續 它就算出院 它最後這個個案 是有順利出院 沒有在醫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出院了 可是出院之後 它這輩子的腎臟功能 原本過去都沒問題 就只剩下二十分以下 那這是我們慢性腎臟病 第四期了 所以後續有什麼樣的一些事件 或是隨著老化 好嚴重喔 真的滿少見的 對啊 上山下來都是很危險的事 那有一位那個年輕女生 那應該她說就是先生 他帶小孩就一起到海邊去玩水 然後就看到好像有魚 他們就很高興想要去抓魚這樣 然後他就說感覺到那個魚 好像從他那個大腿那次這樣 滑過去 然後有刺了一下 就一小下這樣不舒服這樣 那他覺得好像也沒怎麼樣 他就自己擦一擦 那個面素利達姆 擦一擦就繼續玩這樣 可是回家以後就覺得 那個局部開始有痛 那也有點點腫 他說的是一小點 可是看起來大概像 小指頭這樣整個紅紅的區塊 那我們就想說 先給他抗生素 那也給他打破傷風 就想說怕感染什麼的問題 結果大概原本是剛剛講說 一個禮拜再看看 結果大概三天的時候 他再來掛肌診 他說不行 那個整個大腿的內側 已經有點 所以我們就趕快收住院 就是說那可能要用住院 打抗生素治療 大概再過了三四天以後 他的那個位置已經延伸到 那個我們的那個尺骨上面 所以抗生素沒有 沒有用 但毛髮邊緣 我們就趕快找那個 整型外科醫師 還有橄欖科醫師來 來一起來會診 結果那時候 整型外科醫師一看 他就說 這個是 那他們就也很熱心的 馬上幫我們收到他們科裡面 那有沒有覺得 這個前面的治療不是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 追蹤這個病人 結果就 第一次聽說 他是整個擴窗 就是把那個傷口 全部打開來 透氣這樣 大概在肚臍附近 全部打開 清窗 然後就是把傷口 要曝露在空氣 底下他們是這樣的做法 結果還是不行 又繼續往上 然後第二次又清窗說 聽說已經到了肚臍上面 然後 那麼嚴重 真的 再一次講的這種毛病 我們講的那個 壞人筋膜也有 其實那個筋膜是 裡面比較深的地方 沿著那個肌肉外面 那一層就是筋膜 那你細菌在 有吃到那一層的時候 動作就會一直往上爬 往上爬 好 那康座很難殺 你知道嗎 因為你筋膜包在裡面 它那個濃在裡面 它沒有辦法引流出來的時候 那個只是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常常筋膜炎 剛開始每次病人來都說 怎麼在你們醫院 越來越嚴重 因為剛開始可能只是這邊 我們劃開 那就隔兩天往上跑 又劃開 所以它變成那個刀口 常常被劃得這樣 好大一盒 然後 冬一刀 西一刀的 那其實 有的醫生很客氣 就是劃一隻筋膜炎 他劃 就是可能怕別人的觀感部 家族觀感部 你劃一個這麼大的洞 可能就會劃得比較小洞 其實我們反而建議 你就劃大一點 劃多洞一點 對病人其實反而就好 你劃得不夠 下次說 好像變嚴重的再來 病人未必有那個機會 對 它未必有那個機會 搞不好就 繼續一跑出去 你就完蛋了 對啊 現在聽完 我覺得爸媽媽也太難為了吧 又不能上山下海 不能採草坪 然後不是說要接近大自然嗎 我曾經有一個經驗是 連路邊的貓貓狗狗 都不可以摸耶 可是有一次 我們媽媽們 我們會互相就是 搭輪班帶小孩子出去玩 因為他們有伴 我們就不用一個顧一個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媽媽就 自告分手說 我今天帶這五個小朋友 去公園玩 然後她就一個看 一打五就對了 然後回來 我們是很感謝她 但是 我女兒回來 她是先說媽媽好癢 然後我就看說 會不會是蚊子叮的 就先穿蚊子藥 就不對 我往 因為她穿裙子嘛 學校的裙子 然後我先看來看 她整個腿都是這樣 一包一包 就非常紅 然後非常大顆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布滿了全腿 然後她說媽媽 她癢到枯萎 然後我就立刻帶她去皮膚科 她就看 她就說 我就說 這個會不會是跳蚤咬的 因為我也被咬過 我就覺得很像 然後醫生這樣 手電筒照一照看 她就說不是啊 媽媽 跳蚤不會跳到大腿這邊 她說如果只有在這裡的話 那很有可能是 我說真的嗎 可是我看她養成這樣 不像是一般 她說可能是 接觸性過敏或什麼的 她說你再觀察一下 我就回家了 結果我女兒真的是癢到 一直哭醒 然後我就整個晚上 就幫她冰敷什麼什麼的 結果半夜 我真的覺得她太可憐了 我都 她看到這樣子 我自己也很難受 我就只好半夜兩三點 騷擾我認識的皮膚科醫生 我就拍她的腿 然後給那個認識的 皮膚科醫生看 然後她一看 她就立刻說 然後我就說 跳蚤 剛剛那個一人問我說不是 我說如果沒有 就是有對症下 她就不會那麼難受了 然後我就 就是叫我老公去買 她止迷藥的那種 有含類固醇的藥膏 結果回來真的是 整腿這樣擦喔 然後加上冰敷 她才慢慢地睡去 我就傳給其他媽媽看 每一個小孩都中獎 然後那媽媽就說 對了 公園有一隻很可愛的流浪狗 他們就是五個 就在那邊輪流摸牠跟牠玩 然後那個媽媽也覺得說 那也沒怎麼樣 那狗看起來很溫和 就每一個都超慘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擦淚固醇 擦了我覺得有擦三天 我女兒才慢慢退去 所以現在連小動物也不能 真的 妳下次吃完 就把那些藥帶著 把那狗擦一擦 所以大家就都可以跟牠玩了 沒有 而且我跟妳講 跳蚤 牠講真的不誇張 真的很癢 對 聽大家講完之後 我就突然想到 周星馳原來是對的 他講一些名言 好像沒有一定是安全 不過講的是一些 少數的案例 地球很危險 提醒大家注意 我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 是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 這個到媽媽帶來的公園去玩 然後當我公園玩 他就遊樂時是從這個蕩鞦韆 就不小心摔下來了 摔下來就是 剛我們在公園摔下來 蕩鞦韆下面是沙坑 沙坑 就沙子就把腳 大概在腳跟腳踝 小腿裡面就皮 很淺的一層磨破了 磨破 媽媽開小朋友受傷 也不是第一次 回去就幫他稍微清潔一下 清潔一下之後 把他敷一些這個敷料 可是到晚上 小朋友雖然描述不很清楚 不過他還是會講痛 學齡前會講痛 講痛 就一直跟媽媽講說 腳痛... 說痛 好像當舊先摔下來 可能會有骨折 就拍個X-1片 X-1片看起來骨頭沒有怎麼樣 媽媽就 醫生大概就餵叫了一下 說回去要 擦藥 吃點藥 然後三口繼續觀察 小朋友回去的時候 隔天又來了 小朋友除了講腳痛之後 再來就看起來 三口就紅腫了 是滿快的 滿快的 所以醫生看了之後 奇怪說 就算是蜂貴性組織炎 通常也很少 二十四小時內 就會表現出來 不過小朋友一直講痛 看起來紅腫確實明顯 好吧 那就收住院 打抗生素好了 小朋友收住院之後 抗抗生素打下去 小朋友就症狀就是 一路紅腫 就是變壞... 小朋友就開始喘 喘完照X-1片 就發現 奇怪 肺部有一些肺炎的變化 所以小朋友就被轉 加護病房去了 那小朋友很不幸 到加護病房之後 他的病發症 就一個一個出現 不僅肺炎 到後來血涯不穩定 就認為就是 聚血症 敗血症 那小朋友就被插管 在加護病房 就治療一段時間 那後來這個小朋友 血液報告 我們知道如果是 菌血症 我們就要抽作血液培養 血液報告出來之後 它是長一個 長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菌 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我們知道這個是個環境菌 環境上 我們的人體正常皮膚上 都有可能 都有這種菌 可是很不幸 它是個多重抗藥性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個大概就知道 萬古沒樹 最後就把它打下去了 那小朋友打了 萬古沒樹之後 情況很不好 那拜血症 然後在加護病房 撐了很長一段時間 後來好像被人走掉了 沒有 這個家屬就很難去接受 對啊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這個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什麼 它是在公園受傷 基本上它也 我們知道 醫院裡面 曾經有人做過一些研究 就在醫院的環境裡面 我們去採樣 我們知道這個菌是環境菌 在醫院裡面各處 比如加護病房 這個桌子採一採 什麼呼吸器採一採 醫院的什麼外面 走道採一採 醫院環境採樣 一採樣就培養 基本上這個菌 被培養出來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可是在醫院裡面 金黃色葡萄球菌 有抗藥性的比例 最高的報導 曾經有達過百分之四 我想黃醫師感染 更是很辛苦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說 在醫院 小朋友 老人家 你沒有病啊 該得的也都得 該得的都得 誰跟你消除這麼久 完全多久 你不要隨便到醫院 你為什麼 因為醫院的環境 確實在那種 那種環境下 菌也會被培養 有抗藥性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明天的影片 謝謝大家 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